主席和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要来通过是工厂管理辅导法 这个法受到各界非常多的关注 因为我们都希望当然以这次行政院的说法 是说希望能够来做到所谓的全面纳管就地辅导 但是我们希望的除了兼顾原来的所谓的历史上的问题之外 最重要是如何能够回归到农地农用整个国土规划的角度 以及大家所关切的包括现在工厂在农地的中间 这所造成的所谓的农地的污染 而这对于我们整个的农作的发展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孙章院长的确是宣誓要修改 可是我们看到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 比较是要让现在所有的工厂能够就地合法 而看不到相关的很多的监管的机制 甚至包括就像刚刚曾明总委员所说的 到底现在我们的违章工厂 到底是38,000家 45,000家 还是13万家 我们各机关的资料是完全兜不起来的 另外呢到底现在的污染的状况 高污染 中污染 低污染的工厂各是多少 到现在也是一样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除了民进党想要急着兑现 它的所谓政策支票之外 到底我们对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积极的 希望能够进行相关的辅导 以及解决我们现在存在已久的问题 而能够还给农地应该有的空间 这都是我们现在看到在过去 因为没有积极的处理 所以呢在过去的修法到现在 只有10家完成合法化 5家迁移 所以我们希望除了法通过之外 我们也特别在国民党团提出了一个监督的机制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刚才在相关的 我们的协商的部分 民进党党团却没办法接受 由行政院院长来主持一个跨部会 以及跟县市政府来沟通的平台 如果今天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在立法院 我们通过尤其在加上落日条款的订定之后 我们希望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 当然必须要有行政院院籍 来每年非常认真的督促相关的执行的状况 才能够让这件事情真正的我们去面对 才能够面对不管是各种 我们包括现在原来要辅导的对象 以及对于我们关心环境议题的所有的朋友 才是一个积极的来沟通跟面对 以及未来执行的做法 所以希望能够再来国民党团提出修证案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大会院会的支持 以上谢谢 谢谢林委员